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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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Vinus 今天又來到英武專事台 我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之前就跟大家說了 買英武之前要考慮的因素 以及怎樣選一隻健康的英武 今天我們要建立一個家給他們 買這個龍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準備什麼呢? 在片尾我就會公開 七仔其實我在雀仔街買了多少錢呢? 然後我還會公開你們 平時的生活家是怎樣呢? 好,大家一定要看下去 題外話 大家看不見我耳朵戴了很漂亮的耳環呢? 這個就是我特別訂製的耳環 這邊就是 SUNNY仔 然後我上網看到是 他做這個雞尾鸚帽 以及彩鳳 然後我就跟他訂製了 這邊就是 七仔 海黑 我超喜歡的 不過我沒有扔肥子 好,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鸚鵡龍 其實呢 鸚鵡的口是很厲害的 鸚鵡龍其實都是分開三種材料 鸚鵡的房子大還是小 所以就要看看大家自己的房子有多大 可以容納到他們了 那當然啦 龍越大 他們就越開心 那沒辦法的 現在香港寸金尺土 唉 每個房子都不會很大 除非真的好有錢才買到那些大屋 那講一下鸚鵡龍有哪三種材料 那第一種就是 焗漆鐵龍 那焗漆鐵龍呢 就是可以給一些小小的鸚鵡 或者中型鸚鵡 因為他們的嘴骨大型鵡 那麼高破壞力 那所以焗漆鐵龍呢 都可以住到的 那些焗漆鐵龍相比較便宜 那第二樣就是 不鏽鋼鐵龍 那大家都知道 不鏽鋼鐵龍一定咬不爛啦 嘩,如果咬爛不鏽鋼 那個嘴真的是鐵嘴來的 那不鏽鋼鐵龍呢 就知道大型都 金剛鷹模都可以用到的 但是不鏽鋼鐵龍 因為它的材料比較貴 所以一般大約都見到 一千多元一個 那都是視乎大小 所以價錢而定 那第三樣就是 亞加的膠龍 亞加的膠龍呢 它四邊都是亞加的 那一定要做得很好 才不會夾著腳趾 還有它裡面的玩具 那些樓梯 一定要做得很好 因為我們騎不到龍 而爬上去 所以它裡面的設施 一定要做得很好 但是亞加的膠龍的好處 就是可以隔音 它只是有些小的孔孔 讓它休息 但是可以隔到很多的噪音 那亞加的膠龍 相比之下都是特別貴的 所以大家 因應自己的財力 家裡的大小 來選擇這些樓 然後還有一件事要提提大家 一些局漆的鐵龍 是向上拉門的 一定要明白 英姆是超級聰明 它是懂得自己開門的 所以這些拉門呢 要加一個小扣子 鎖住門 我告訴你們 你不要以為小小的英姆 不會開門 就算是肥B 都會自己開這對門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 大家看不看到Sunny仔 看不住他 都要自己在這裡玩兔酒 就好了 首先他就裝了東西 兩頭看 周圍看 接著就踏出隻腳 大家看不看到 好 講完我們選擇什麼龍之後 我們就要講一下 龍裡面要怎樣佈置 龍裡面一定是要有涼兜 大家就可以用這些不鏽鋼的涼兜 或者是一些膠的涼兜 讓它們咬不爛的 但是 這隻不鏽鋼兜 有一個壞處 有些邪惡的鸚鋼 會整個咬起來 倒了 倒了裡面的涼 然後呢 鋼兜就會在地下 所以真的要視乎大家的鸚鋼 會不會那麼邪惡 會不會那麼壞 這個鋼兜 是不可以裝水的 我告訴大家 通常呢 鸚鋼呢 很喜歡玩水的 如果裡面裝水呢 你每逢第二天 都會看到它們的頭是濕透的 以前新年仔 初初來到的時候 我都奇怪 為什麼它的頭會濕透的呢 唐頂這裡 原因就是它們在玩水 兜水給它喝 然後在這裡玩 除此之外呢 如果用這些涼兜裝水呢 它有時候那些食物呢 會掉到涼兜裡 令到那些水呢 是很不乾淨的 那有時候我們也會 撒點屎下去 所以用這些 不瘦的涼兜裝水呢 是不行的 好 我要介紹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酒豬式的 飲水器 那呢 它只是下面這裡 才可以出水的 那大家不用擔心 那些鷹蜜呢 那些鷹蜜不懂得喝的 那些鷹蜜是超級聰明的 它們呢 會頂一頂 有水出來 它們就會在這裡喝的 那雞尾鷹蜜 那外情鳥那些 全部都懂的 這隻 酒豬式的 飲水器有什麼好處就是 一頭就知道 不會弄髒 還有 它們不會弄到周圍 都是 不會弄到 整頭都濕透 因為整頭濕透 大家都知道鷹蜜是很容易病的 一定要吹乾它們 哇 如果朝朝吹 真的不行 它死 是亡死 好 那說完 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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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器之後呢 那我就說一下它們 要吃什麼 那呢 大致上呢 主要的糧食就是分兩種 第一種呢 就是種子糧 那呢 種子糧 我就是買一些 散的包裝 那這隻在街呢 就買十元一包 那種子糧 都有分兩款的 這隻呢 就比較細粒一點 然後 這隻呢 就比較大粒一點 這個是二十元一包 它比較多一點 那它們兩隻都會吃的 那呢 肥子呢 就比較喜歡吃小的 然後呢 這隻大粒種子糧 就是新年仔 比較喜歡吃 那大家還有一些外國牌子 大家都可以買的 但是呢 就不要買一些 裡面含有瓜子的 因為鷹母吃得多 瓜子呢 會肥 而且對它們身體不健康 那呢 就一定要另外買一些瓜子 另外分開的 那一天呢 就可以餵牠們六至十粒 可以訓練牠們 可以餵牠們 那就 令到牠們不要吃得太多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們還有一些 合成糧的 那呢 都是外國牌子的 那合成糧 原來呢 不是只有一個味道的 那我呢 這個就是水果味 那原來合成糧 還有蔬菜味啊 堅果味啊 那但是呢 不是每隻鷹母都喜歡吃的 那呢 我給他們開水果味 那我都不夠膽試其他味 那這個這麼大的包呢 就是買七十五元一包 一七隻就吃這個水果糧 因為我發現呢 他吃水果糧的消化好一點 他吃這些種子糧呢 好像有點未消化到 那看看後面 其實他呢 這裡顯示真的 很多種味道 不過我沒有試過 不知道它是不是 像一些狗糧的味道 那呢 合成糧呢 有分大粒和小粒的 大家呢 根據自己的鷹母去選擇 因為這隻呢 其實 他整隻雞尾鷹母在那裡 但是呢 肯定都是會咬爛了 才會吃到 那他還有一些更小粒的 可能小粒的那些 不會浪費那麼多 不會咬到 彈到周圍都是 這兩樣就是他們的主要糧食了 好 那另外 我們還要給其他食物他們吃的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那段片 我用了六樣食物 我用了六樣食物 給他們試看他們吃什麼 但是我告訴大家 他們真的很喜歡吃蘋果 連新來的七仔 都超喜歡吃蘋果 但是上次有吃紅蘿蔔 給七仔吃都OK 但是你看到那段片 肥皮 還有七仔 其他是完全不吃的 真的 OH MY GOD 好 除了那些之外 我告訴大家 還有零食 這個就是 串串 那我是一串串 好像種子糧 我告訴大家 肥皮是超級喜歡吃這些串串串 一包賣裡面有幾條的 好 說完他們吃什麼之後 我就跟大家說一下 企棍 企棍有很多不同的材質 那這些就是木的材質 他們通常都是喜歡站木的材質 那木的材質就是 讓他們休息 睡覺用的 讓他們站得舒服一點 那另外還有一些磨腳 大家有沒有見過一些磨砂棍呢 那一隻呢 就是用來磨腳和磨嘴用的 還有一些綿繩 那綿繩呢 就是一條旋轉型的繩 大家要小心點用 因為他們的嘴很容易咬到 所以繩子都爛了 那大家要修剪 還有不要被他們卡住 那我想跟大家說 木棍 他們可能會咬得爛 因為磨砂的木棍 他們都咬得爛 那如果咬不爛 那都是不瘦鋼的棍 都是 不瘦鋼的棍 是任何英國都咬不爛 但是呢 他們呢 就 都是看每隻疑症 性格不同 有些就喜歡 其實有些就不在家 接著我就跟大家說 他們的家屋 那 那麼 新年仔就很喜歡躲在那間屋裡 他覺得裡面有安全感 但是我告訴大家 肥仔和七仔 是不喜歡躲在那間屋裡 那間屋裡 他會馬上跳出來走路 所以 買屋大家可以試一下 但是要根據自己的鷹母而定 每隻性格都不同 喜歡就會常常躲進去 如果不喜歡的就真的不會進去的 那我們怎樣選一支合適的棍棍呢 那美國獸醫說 有分兩種 那75%呢 就是用來休息用 那包含著50%呢 就是用來磨腳用的 就是這樣來選擇 棍棍的 粗和幼 所以大家要 真的要 買棍棍之前要看清楚 那隻腳有多大了 我跟大家說 我之前在淘寶幫七仔買腳環的時候 我也是按了是他黑的 你怎麼知道 回到來 剛剛好 一點大都沒有 那就是一定要買大一個尺寸 所以他的腳真的很粗 所以 每個品種 同一個品種 都可以 雙腳都可以不同大小的 站不上的棍棍呢 那可能會令到自己 因為他的鷹膜很容易發炎 所以大家要仔細一點 買一條適合的棍 給大家的鷹膜用 除了可以磨腳之外 他們都還可以去磨嘴 令到他們的嘴不會太長 有時候看到那些鷹膜的嘴會過長 長到下面 他的嘴下面 實實那些都要磨走 對那隻鷹膜不健康 好 下一樣 那 我們其實需要給一個 墨魚骨 掛在籠裡 墨魚骨 墨魚骨就可以幫他們 促進身體健康 補充鈣質 還有 當他們懷孕的時候 可以令到一些蛋堅硬 裡面一塊塊白色的就是 墨魚骨 那我粗略說一下 墨魚骨其實是什麼 那墨魚骨其實不是真的骨 這是墨魚的鈣質內殼 鈣質是鷹膜裡面最需要的物質 可以起到很多作用 它可以將它的血液凝固 神經傳遞和激素分泌 墨魚骨可以打磨他們的嘴 當他們咬的時候 可以磨到他們的嘴 還有 修理他們的尿嘴 有時候大家看到 鷹膜的嘴會看到一些白色一環環 那些就是不夠鈣質 所以大家一定要放一塊 墨魚骨在裡面 讓他們有空無事到處咬 那一塊墨魚骨其實可以吃到很久 要視乎他們整整天去咬 一塊可能不止吃到幾多個月 好 大家通常見到在房裡 跟大家拍YouTube 接下來就帶大家去到他們的 鸚鵡房裡參觀啦 一開門走進來 就是 Sunny仔和肥B的龍 這個 龍呢 我不是放了很多玩具 Sunny仔最喜歡躲在床裡 Sunny仔和肥B可以住在一起 這個龍的好處就是 可以開了一對門 另外還有一個大門 可以開著大門 裡面有兩個不鏽鋼籠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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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呢 就在兩個兜 他們都是平時用來吃東西的 他們兩隻東西平時就是自由活動的走出來 自己玩 肥B很喜歡自己周圍玩 好 旁邊就是七仔籠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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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籠� 這顆綠色的豬已經被牠咬爛了 上面這裡 木有牠咬的痕跡 應該很快牠咬爛了 真的一定要買多些阿加力膠 牠咬不爛 好壞喔 Sunny仔和肥仔就自己出來玩 牠們整間房裡玩 牠們有時會站在紅色箱上 肥一點平時會走這樣走 牠完全不會害怕 牠現在整天都瞄著漆仔 有時會走來石坡 在石坡上自己走 然後在紅色箱上捐出來 整間房都是牠們的遊樂場 有時Sunny仔會躲在這條欄裡 牠們最喜歡在後面玩 你看看 兩支牠們 嘩 翻出來了 其實地上鋪了一張透明PVC 但是因為牠們咬爛了 你看看這裡 這裡被失業咬到石坡 然後 本身石坡地都鋪滿了這些PVC 然後我又鑽了阿加利膠板 這裡是3mm厚 然後牠是咬不難的 一邊回到這邊 我都配了一個阿加利膠板 這裡就是Sunny仔的戰績 但是我配了阿加利膠板 牠又咬不到了 哈哈哈哈 這裡就是牠們的平時日常生活 這間房的地方 其實這是一個雜物房 其實這個布後面有一個窗 我就是去這個市場買燒烤網 攔著我的窗 不過因為不是經常開關 所以我可以買燒烤網來做 好 大家剛剛參觀他們的家 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其實漆仔 我在漆仔家買了9000元 買了回來 一個超級癡人的鷹牛 當我早上 發出一點點聲 牠就會馬上叫 馬上會找我 當我早上 不發聲 牠就不會叫 只要不然 就會吵到阿媽都不認得了 當牠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 鳥仔會有共鳴 然後生小孩會在這裡叫 所以 早上還是要靜悄悄 才可以走得出這個門口 好 大家喜歡我 留言這段影片 就讚我這段影片 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追蹤我的IG 下次有新的英武短片 大家會馬上見到 拜拜